欢迎回来 接着来看 继续来关注在自博举行的全国足球业余联赛北四区的比赛 8月21号比赛进行了小组赛的最后一场争夺 尽管青岛红石队在比赛中2比1战胜了洛阳队 但因竞争对手自博星期天同样获得了胜利 最终吴远总决赛失去了冲击中矣的资格 而岛城另外一支球队青岛康太元则大胜对手进入总决赛 红石队小组赛的第三个对手是洛阳旅发队 本场比赛前已经失去了进入最后总决赛的资格 而红石队必须寄望于大比分战胜对手 同时自博星期天爆冷输球才有晋级的资格 比赛开始后已经无路可退的红石队反而自乱阵脚 队员们十分急躁进攻失误频频 第31分钟队长赖亚伦禁区内犯规送给对手一个点球 自己也被红盘罚下 洛阳队依靠这个点球1比0领先 一直到下半场开始经过调整的红石队突然发力 凭借马骏在三分钟之内的两次射门反超了比赛 最终青岛红石队2比1战胜对手 不过因为自博星期天同样赢球 所以红石队最终失去了晋级的资格 而身处另一个小组的青岛康太元 在没有太多人看好的情况下 在小组最后一场比赛中迎来大爆发 他们7比1狂胜河南东方金点 其中队长田勇一人攻入6例进球 孟太一利用点球锦上添花 他们也凭借本场胜利 最终以两射一平的成绩力压其他对手出现 再后球队的球员们异常兴奋 连主教练老海牛队队员周欣都连呼没想到 记者了解到全国足球业余联赛 最后的总决赛将在9月份举行 共有16支球队参加 各队进行主客场淘汰赛 最后的前四强将直接进入明年的中一联赛